大家好,我是Harry,欢迎大家来到利恒财经 昨天我有一个客户打电话给我,是一大姐 他打电话给我说,孩子快结婚了,想成立一个家庭基金,保护一下资产 然后说完之后,他就一顿解释,妞妞捏捏,为什么要成立家庭基金 我说,大姐,我听明白了,您最担心的是说,孩子结婚以后吧,没多就又离了 结果分走你们家一半的家产 他一听说,对了,还是你了解我 今天我就顺着他这个问题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家庭基金 为什么家庭基金可以保护咱们的资产 这个家庭基金是在西方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组织形式 这个组织形式有什么特点呢 它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叫Trustee Trustee是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还有一个角色叫Benefessional Benefessional是这个基金的受益人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举一个不恰切的比方 假设这个是一个公司,公司里面也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是董事,董事总经理这个角色 他是这个公司的管理者 另外一边是什么股东 股东是这个公司的真正所有者 他也有这两个角色 那么相应的在基金里面 相当于这个Trustee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这个Benefessional相当于是这个公司的什么 公司的股东,所以他是这两个角色 那么家庭基金为什么能保护资产呢 是因为我们在设定这个家庭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把这个受益人写成一个具体的自然人 假设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基金是张三他们家的家庭基金 我们在写受益人的时候 我们会写以张三为核转队伍 单位他的配偶啊 他的兄弟姐妹啊 他兄弟姐妹的孩子啊 然后呢他的儿子啊 他的孙子啊 这些人的配偶啊 他的父母啊 他的祖父母啊 这些都是什么 可以是这个家庭基金的受益人 外加上以上所有人所控股的公司也可以受益人 所以这个受益人嘛 是一大堆的人啊 或者组织 那么这么一来以后呢 如果有一天啊 张三在外面有了官司啊 产生了纠纷 法官要他赔钱 要他赔钱的时候呢 人家债权人自然就会搜索张三名下的所有资产 这个搜来搜去发现 哎 张三他们家的资产都在他的家庭基金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张三就可以说了 哎 这些资金不是我的啊 这个不是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基金里面说了 这些资产的真正所有者是我们一个家族啊 这就不是我自己了 一个人了 所以呢 他我张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话 他说我拿到这个基金的分配是一种可能性 他不是一定会拿到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资产呢 我没有所有权 正是因为没有所有权 所以呢 你要我赔可以 不能用 要我的家庭基金来赔 因为那些财不是我的 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你去想 如果在现实当中 这个张三把他的资金呢 都放在他的控股的公司里面 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呢 如果同样的债权人去搜索张三名下所有资产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说 哎 张三控制了一个公司的股份啊 那么很有可能债权人可以什么 拿走张三名下的一个公司的股份 通过拿走他的股份的控制这个公司 从而拿走这个公司名下的资产 可是在家庭基金里面 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呢 家庭基金什么 可以保护资产 是这么一个道理 当然了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家庭基金保护资产呢 更多的是从什么角度来讲呢 更多的是从这个家庭外部有人攻击这个家庭起到的保护作用 没有说到什么呢 没有说到家庭内部这个夫妻之间互相攻击这种情况啊 所以呢 家庭内部这个呢 比外部这个攻击呢 其实更加更加的复杂啊 一会儿呢 我们具体来讲这个 当然我在讲具体家庭问题之前呢 我先声明一下 我讲的这些呢 都是一般的知识 您如果有具体问题的话呢 你还是得去找律师啊 找会计啊 具体策划啊 如果你千万不要因为觉得我讲的不错 你就照着我讲的道理来做 这是不行的啊 这是千万不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错的话呢 点赞收藏订阅这些呢 是可以做的 好 下面言归正正 这个家庭基金里面呢 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道理呢 是在我现在讲的是说 如果在家庭里面产生了这个 夫妻产生纠纷 最后呢 对博公堂要闹离婚的时候呢 是家庭法 1975年的家庭法是管这个事情的 在家庭法里面呢 他很明确的讲了 说家庭法这个是高于什么 基金法或者其他法律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你的基金的章程里面写的 这个资产是老公的 但是呢 法院如果认为这个资产 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话呢 那么 法庭就成了什么 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可以一起去什么 分配这个资产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 家庭法是高于基金法的 和其他法律的 那么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你想在现实当中 假设这个夫妻两个人 有资产 这个资产在太太名下 或者在先生名下 或者有养老金在太太名下 或者先生名下 如果他们一闹离婚的话呢 这些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不能说 因为他在太太名下 或者他在先生名下 所以变得什么 不是家庭 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呢 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个08年的案例 叫Canon Spirit 等会我把它放在我的屏幕上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 可以具体搜索一下 我简单来解释一下 这个案例里面呢 主要的主人公呢 是一个叫皮瑞 我把它举那个翻译成中文名字 就是皮瑞先生和他太太的一个事情 这个皮瑞先生呢 在2002年的时候呢 他是个退出的律师 他这个人呢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02年的时候呢 他跟他太太海伦呢 申请离婚 然后呢 这个皮瑞先生呢 大部分资产呢 都在他的自己的家庭基金里面 所以呢 他们夫 他太太就说 哎 我要分这个资产 那个 然后呢 他们两个呢 就开始打官司 我呢 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基金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基金呢 因为这个皮瑞先生是个律师嘛 他这个基金 在196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然后呢 那个基金的管理者呢 是皮瑞先生自己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所以呢 这个也就没什么先生太太 也没有太太孩子什么事情 到了1978年的时候呢 皮瑞先生结婚了 他太太呢 叫海伦 他们结婚以后呢 一共呢 生了四个孩子 然后呢 这个基金呢 做过洛杆茨的修改 那么最主要的修改了两次请 一次呢 是在1983年 1983年的时候呢 皮瑞先生呢 就是基金上做了一点修改 他说呢 如果他自己退休了 或者去世了 那么他太太海伦呢 就会成为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如果他太太海伦 退休了或者去世呢 他的大女儿 会是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反正依此类推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这个一家人 还是很和睦的 然后呢 到了1998年呢 这个两夫妻呢 开始有矛盾了 就是有矛盾 大家伙可能已经开始 这个夫妻有点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皮瑞先生呢 又对张成做了一点修改 因为他自己是个律师嘛 所以修改张成对他来说 可能熟门熟路 也不是什么难事情 他做了一个什么修改呢 他呢 就把这个基金里的受益人里面呢 把他自己和他太太呢 都从受益人里面移除出去 就是那个太太不是受益人 他自己也不是受益人 那么他的四个孩子呢 还是这个基金的受益人 那么这么一来以后呢 那个反正之后呢 这个他们的夫妻关系 越来越有问题 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 他也就申请要什么 要分居了 开始要往这个离婚这条路上走了 然后呢 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 皮瑞先生呢 就把这个基金的拆成了四份 分给了四个孩子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 你太太呢 就什么都没有拿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太太就说 哎不对呀 这个基金的资产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我要先分一半 那么跟孩子没关系 咱们先分完再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皮瑞跟他四个孩子呢 跟他太太海伦呢 就对驳公堂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澳洲呢 他们这个法庭呢 就去法官去取证 取证无非想要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基金的财产 到底是不是皮瑞先生 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然后呢 一顿猛看以后呢 这个大法官在派词里面就说 这个皮瑞先生呢 这么多年来 对张成做了这么多次修改 对资产有绝对的主治权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什么 他对这个资产是有什么 是有主治权的 也就是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是那个家庭基金的资产的 是这个皮瑞先生的什么 是Financial Realtorses 就是是皮瑞先生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如果这个资产 一旦被认定是什么 皮瑞先生的个人资产以后的话呢 他自然就是什么 就成了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也就是什么 在这个离婚的时候呢 皮瑞的太太 也就是海伦呢 是可以分到一半的资产的 那个孩子的话呢 就先什么 先靠边站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个皮瑞先生这个案例呢 在澳洲的案例法里面 是个非常出名的 关于家庭基金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即使老公说了 老婆你不是我的受益人 我自己也不是受益人 我就想把资产分给孩子 但是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呢 法官还是会什么 还是会认为这个资产 因为你那个控制权 这么多年的控制权 让法官认为什么 这是你皮瑞先生的资产 所以就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他们的 夫妻的共同财产 那么类似这样的案例呢 还有好多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个叫 Excess这个案例 这也是个非常出名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这个基金压根就是这么 这个先生的妈妈成立的 他妈妈成立以后呢 他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 在这个基金里面呢 他说这个先生啊 不是这个基金的Trustee 就是他不是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同时呢 他也不是这个基金的受益人 但是呢 他们家的几个孩子是受益人 所以从头到尾什么 这个基金有什么收入 就分配呢 就分配给了这个什么 这个先生的孩子 那也就是这个家庭的孩子呢 其实 那么到了要离婚的时候呢 他太太也就说了 这个基金的资产 我要分一半 那么这个先生就说 这个基金我不是管理者 我也不是受益人 那就不是夫妻公共财产 是吧 那么这个案例里面呢 法官取证完所有的以后呢 他也得出一个结论说什么 这个就是先生的资产 为啥呢 因为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那个受益人呢 是这家的几个小孩 可这几个小孩 都是未成年小孩 如果这几个小孩 未成年小孩 在澳洲的话 我们称之为什么 Legal Lay Disability 他们是不可以自己什么 自己那个 分他的钱以后 这个钱是什么 是父母帮着保管 因为是未成年小孩的话 这个钱从基金分过来以后呢 是这个爸爸帮他代为保管 因为他代为保管 然后从种种迹象会显示什么 显示这个法庭认为是什么 这个基金的真正的幕后的管理者 还是先生 所以说什么 这个资产是家庭 夫妻共同财产 还是什么 需要来分 那当然了 这种基金管理的案例 有千千万万 还有好多案例呢 得出跟我们刚才讲的 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说有个案例叫 Word vs World 这个案例呢 它的表面来看呢 跟我刚才讲的 这个案例非常相似 也是一个妈妈的 把钱留下来建那个基金 然后呢 最后呢 留给了这个儿子 最后呢 这个儿子要离婚的时候呢 他的太太就说 我要分基金的钱 然后法官也去取证 结果发现呢 这个基金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除了这个先生之外呢 还有他姐姐 就是他妈妈留下来的时候 把管理者不仅仅留给了儿子 还有他女儿 所以法官看了以后呢 发现说 这个基金的 真正的背后的控制者 可能姐姐多过于这个先生 所以呢 法官认为说什么呢 这个基金的资产呢 不属于这个先生 也就是不属于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他太太呢 是分不到钱的 所以也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听说一些 说一个富翁离婚以后 他太太什么都没有分到 那么这个事情里面呢 我可以想象到富翁离婚往往有一个很强的律师团队 但是这个律师团队本质上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要让法官认为说什么呢 这个基金的资产跟富翁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富翁呢 又不是这个基金的管理者 也不是受益人 也不是他幕后的一个什么可控制的人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把这个基金呢 跟富翁这个人呢 被隔离开 然后呢 变成不是什么富翁的一个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这是他这个问题的本质 所以昨天呢 我跟我的这个客户呢 也就讲了 我说大姐 我说你要是对这个媳妇不太放心的话 要不这个婚咱们晚一点结 因为你结了这个婚以后吧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本管用什么方法 什么家庭基金的 我觉得都不太能解决 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即使当年如莫多克这样的人 他跟邓文迪结婚之前吧 除了他的资产在家庭基金里面 他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签什么婚前协议 那么我说咱们中国人吧 这个签婚前协议吧 也挺伤感情 然后呢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如果你一旦要打官司的话呢 我觉得在这里吧 我觉得又伤财又伤感情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当然了 如果你们家跟莫多克家族 这一样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反正我也就不跟你朝这个心了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